新疆的美食大多自带狂放属性 在这里会将六七只羊一同放入地坑内烤制 日常吃的馕直径甚至超过了半米 我们在还中国西不自驾 在库车停留的一天里 我们专门没有吃饭 因为有道垂涎已久的美食正在等着我们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们现在是在库车 库车的烤全羊是很有名的 所以我们准备尝试一下 这家有个烤全羊 我看这好像就是用这 在地下挖了一个坑 然后去用炭火对它进行加热 库车这边比较特色就是地坑烤全羊 它是上面盖的木板 然后又盖了一层布 上面又铺的米 它是在这个羊上面穿了一根木棍 这样放下去 这估计能烤六只羊吧 一个地坑 而且它这个羊的上面是金黄色的 应该是刷了方便 咱这个烤全羊的话是在那个洞里边取吗 咱这一天大概能卖出多少只烤全羊 15只 15只 谢谢 地坑烤全羊是维吾尔族的一道传统民谣 多选择10公斤左右的节羊 或是周岁以内的羔羊为原料 经过在地坑内的焖烤后 混合着烟火和果木香气的烤全羊 外皮变得金黄油亮 酥脆弹牙 羊肉也鲜嫩多汁 肉香扑鼻 菜单上来了 家常拌面10块 我们准备要两个家常拌面 然后再要一斤烤全羊吧 它这边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它不是像别的地方你必须要要整只才能给你烤 它这边是烤完之后可以分 可以要一斤半斤 这样比较好一点 要不然一只一千多两千多吃不起 其实我从来没吃过烤全羊 您好 这个全羊是多少钱一斤 一公斤一倍五 一公斤一百五 那我们就要一斤吧 半公斤 对 半公斤 然后要两个加常拌面 再烤两个肉串 一倍五 一斤就是七十五 但是烤完的肉一般它会缩水一部分 它油会烤掉 所以说羊肉好像四十一斤 烤完之后七十五 我觉得价格也算合理 我们的烤全羊 这个肉感觉不错 金黄色下面垫的是囊 但其实已经很差不多了 尝一口 做做很嫩 真的超紧嫩 我不知道烤出来为什么会这么嫩 这个金黄色的皮 还有里面的油脂 哇 满嘴油油 这种汤油你给你尝一下 我尝一下这个皮吧 皮是那种脆的 而且是有味道的 稍微可能它刷了这个蜂蜜 所以有点甜 羊肉有味吗 有 不想做一盐锅的吧 然后顺便还算一斤就没有 又加了一份面 对 在新疆这边加面一般来说是免费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没吃饱的话 可以再加一份白面 美滋滋啊 我的面也上来了 直接让它刚开始的时候就加了一份面 而且这个面虽然10块钱 但它肉 肉 而且这个肉块也不小 挺大个头的 就全是肉 来新疆吃面 好划算呀 再配着这个羊肉 其实我不太应该吃肥肉 当时带着肥肉吃 确实很香 这么大块肉 以及我们要了这个烤肉串 大肉串是9块钱 太香啊 我感觉我的嘴都已经塞不下了 但是我还是想吃 南新疆就是要吃肉 在新疆呢 这边的烤肉都是烤羊肉 我们那边基本上烤的都是 牛肉 也有烤羊肉 但大家大多吃的都是烤牛肉 这个羊肉真的超级难 吃完地坑烤全羊后 我们来到了大囊城 准备买些干粮带在路上吃 因为在新疆 库车大囊的名气 就像吐鲁番的葡萄和哈密的瓜一样 响亮 在库车呢 这边的囊是非常有名的 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 囊嘛 在新疆哪都有 但是库车的囊不太一样 库车囊叫做库车大囊 这个囊有多大呢 我们现在就站在一个囊的后边 对 往下走看一下 看看这个囊 整个我感觉比人都要大 这个上面写的是库车囊王 当然了我们身后的这个囊 它是一个比较夸张的做法 是一个雕塑 为了展现库车这边的囊比较大 但实际上在库车这边 人们日常吃的囊也是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进入这个大囊城 它有一幅对联上面写着是 人间美食千万道 不及库车一个囊 也就说明囊在新疆人民 包括库车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了 在新疆这边呢 还有一句古话 可以三日无肉 不可一日无囊 囊是新疆人民不可缺少的传统美食 拥有两千多年历史 发展出了近百种囊 常见的有肉囊 油囊 窝窝囊 芝麻囊等 一般有小麦面粉 植物油 盐 牛奶 鸡蛋制作而成 在囊坑内烤之后 香味四溢 走进这个大囊城之后呢 这边可能是为了更贴近 库车大囊这种在地文化 所以说可以看到 在这边的墙上 都是这种囊的形象 各种各样的囊 因为现在新疆囊 也有几十上百种了 但我们常见的就是这种油囊 能不能去买一个 这一个多少钱 这一个 自己说可以 自己轻松自己做 自己做 我们还可以自己做 上面有那么大囊 提议罐 就在这儿吗 下面有 下面有 一楼 哦 它做囊的话多少钱 做囊 一个人五十 一个人五十 那买囊呢 吃饭吧 买囊这边可以 哦 我发现这边呢 都是用这种电囊坑 以前呢 这边囊 九个囊坑还挺大 但囊真的好大 真的好多大 我本来想也要一个 这是刚烤出来的吗 拿一个这个吧 有热的这个大囊 哦对 有囊就行 有热的没热 好像是凉了 有热的没有 没有热的 刚刚洗过这个 拿一个吧 一个吗 对对对 拿一个 哎这儿又加码 不要了 大囊十元 腊皮子囊十元 哦 它这种塑料袋 都是这种特制的大塑料袋 谢谢 谢谢 一个大囊 好脆呀 我感觉一般就像断了 这个好像是我见过最大的囊 跟上半身一样 嗯 跟上半身一样大 这可以当那种盔甲 嗯 这样 我那边拿个刀 好了 我们准备要吃囊了 这个大囊 这是普通囊 大小的应该有四个吧 这够我们两个人吃的 我感觉这是像那抱着那种波及 跟普通囊是一个味 但它是脆的 还是比较脆的 可能当口来不是很久 这可以当我们两天的干粮 在新浪里 如果有这个的话就好 很棒的 是这个囊呢 我感觉它上面粘了一些 不知道是盐还是碱 它是吃起来是咸的 有味道的 你可以直接吃 瞧这个声音 脆的 看一下我们的大囊 放到车后边 嘿嘿 占了一个人的位置 它这样连着三个的话 我估计都放不下后面 确实这个囊超级大 现在我发现它这边烤囊的话 用的是这种电的烤囊的 之前我们在很多地方买囊 都是用那种土的囊 我觉得那种的话 看起来更有感觉一点 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店铺 它是在房间里面 也不适合用土制的那种炉子 对 而且那种炉子可能不是特别环保 所以说就用电去取代 粗广的新疆美食 带给食客的是一种纯粹的享受 从大块吃肉到大口吃囊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 都会在大块朵一后满意而归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